中秋节快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明月。 在这个团圆的节日里,不论我们身处何地,都会不自觉地抬头看看夜空中的那一轮皎洁月亮。 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月亮好像总是故乡的那轮更明亮。 而对于那些经历了孤独和人生波折的人,明月则带着几分凄凉和沉思。 人到中年,经过岁月的洗礼,我们似乎更加能体会月判十五,年判中秋的感触,渐渐懂得中秋的另一层意义。 古人说,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 这句话正好映照了中秋节的氛围。 中秋的月色如水,岁月在流逝,而人心却依然温暖。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秋这个节日,聊聊它带给我们的思考。 尤其是在走过半生后,对这个节日有了怎样的理解? 第一部分,孤独的月色。 没有一片月色,不孤独。 中秋节,看似团圆,但有多少人望着圆月,心中充满了孤独。 孤独不只是身处寂静,更多时候,是一种心灵的无依无靠。 唐代的诗仙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天保年间的一个中秋夜,李白独自坐在庭院里,望着天上的明月, 喝着酒,心里却被孤独深深笼罩。 他本是怀着至君尧顺上的理想来到长安, 却发现现实与理想相差甚远, 自己不过成了汉林代照, 只为帝王贵妃写些闲情雅致的诗句。 这种诗意和孤独感伴随着他一生。 在那个寂静的夜晚, 李白写下了千古名句, 花间一壶酒,读着吴相亲。 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明月当空,李白独自喝着酒, 没有朋友相伴, 只能把月亮和自己的影子当作酒瓣。 这种景象让人不禁心生感慨, 即使你才华横溢, 内心的孤独也难以逃避。 孤独不止属于诗人, 我们现代人也常常在繁忙的生活中, 感受到无处排解的孤独感。 比如下班回家的深夜, 孤身一人走进24小时便利店, 买衣和泡面, 坐在窗边默默吃着, 偶尔抬头望向外面, 却发现路灯下的影子格外清冷。 或者,当工作上遇到挫折, 想找人诉说, 却发现通讯录里 没有一个真正能懂你的人。 这种孤独像夜晚的冷风 透进了心里。 正如古人所说, 疫情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嫦娥妾已奔月。 嫦娥偷食仙药, 飞升月宫, 成为孤寂的仙子。 中秋的月亮,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传说, 才被赋予了那么多孤独的情感。 我们每个人都像嫦娥一样, 背负着各自的故事, 孤单地在这个世界上走着。 而这轮明月, 就像是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 照见了自己的寂寞。 人到中年, 孤独变成了一种常态。 生活里, 我们越来越懂得 掩饰自己的情绪, 扮演着坚强的角色。 但在中秋这样特殊的节日里, 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常常会在月光下无所遁形。 或许, 这正是我们走过半生, 才渐渐读懂中秋的第一层含义。 孤独, 像月光一样, 柔和却不可避免地 笼着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第二部分, 每树月光都指向离别。 中秋, 虽是团圆的节日, 但月光里, 却往往藏着离别的深情。 每树月光都指向离别。 无论是古人还是金人, 离别似乎是我们生命中避不开的主题。 提起历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节, 许多人可能会想到1076年的那个夜晚, 秉晨中秋。 这一年, 宋代的大文豪苏氏正任职密州太守, 他在超人台与朋友们饮酒赏月, 气氛热烈。 可是, 苏氏举杯望月时, 心头却忽然涌上无限感慨, 因为他想起了远在其中的弟弟苏哲。 两人已经整整六年未曾见面。 苏氏当时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水调歌头, 明月即时有,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明亮的月光照在天地间, 虽不可能为人们抹去离别的伤感, 却让思念之情更加深沉。 这首词, 道出了他对弟弟的深切思念, 也表达了对天上月亮的无奈感叹。 为何总是在分别时分, 月亮才圆呢? 离别在我们的生活中, 何尝不是这样常见? 不论是亲人, 朋友, 还是旧日的童窗, 曾经的爱人, 我们都曾在某个时刻经历过离别。 有时候, 这种离别是意料之中的, 比如求学, 工作带来的地域分离。 而有时候, 离别来得悄无声息, 当我们意识到时, 已经是许多年未曾联系。 就像苏氏的这次中秋感怀, 四年, 他和弟弟苏哲得以在徐州短暂团聚, 然而不久之后, 苏哲便启成富人南京, 两人在此挥泪告别。 人生中的离别, 总是来得匆忙, 仿佛不留痕迹, 但每次的别离, 都会在心底落下深刻的印记。 在古诗文中, 离别常常伴随着中秋的明月, 比如王博在唐王阁序中写道, 海内存之极, 天涯若比林, 尽管天各一方, 但友情依旧可以跨越距离。 中秋节, 这轮明月正是两敌相望, 互诉中场的媒介。 他提醒我们, 无论身处何方, 都有亲情和友情的牵挂。 现代人也时常在这个节日里, 感受到离别带来的情感冲击。 比如, 假期的最后一天,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 气氛却不如开始那样欢愉。 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 饭后便是匆忙的离别。 父母叮嘱孩子路上小心, 工作努力, 孩子默默打包行李, 准备奔赴他乡。 离别时, 母亲的叮咛总是那么多, 仿佛永远说不完, 而父亲则沉默不语,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仿佛只有这杯酒, 才能缓解他心中的不舍。 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依依。 离别的痛苦, 是人生中最难以承受的情感之一。 每当我们以为在相聚会很快到来, 却往往被现实冲散, 去少离多成为常态。 走过半生, 你会发现, 生命中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少之又少。 许多曾经亲密无间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行渐远, 相望于江湖, 或许才是人生的常态。 正因为离别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短暂的相聚。 中秋的月亮, 既代表了团圆的希望, 也折射了每一次分别后的思念。 就像苏氏一样, 明月几时有, 她并不知道下一次相聚会在何时, 但她依然怀着那一份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的蹊迹。 总而言之, 走过半生, 我们终于明白, 离别是人生无法避免的课题, 而每数月光都指引着我们回望那些曾经的人和事。 第三部分, 月光如水, 滋养心灵的安宁。 中秋的月光不仅仅象征着团圆与离别, 它更是一种心灵的滋养。 月光如水, 滋养心灵的安宁。 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往往会忽略心灵的宁静与安稳, 而中秋的明月, 恰好是一个让我们停下脚步, 重新审视内心的机会。 古人对月亮的情感, 不仅限于亲情与思念, 更多的是一种折思。 庄子在《逍遥游》中曾说, 这是一种无为而知的境界, 也是一种内心的淡然与从容。 每逢中秋, 面对皎洁的月光, 我们内心的纷扰 似乎会随着月光的清澈而逐渐平息, 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 中秋的月光, 清冷而淡雅, 似乎能冲淡世间的一切喧嚣与烦恼。 李白曾在《敬夜寺》中写道, 举头望明月, 地头思故乡, 在它孤独的心境里, 月光带来的是一种平静的力量, 仿佛透过这轮明月, 能让思绪回归到最初的纯净与安宁。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 往往背负着工作, 家庭, 社会的重重压力, 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 而中秋节, 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时刻。 在明月下, 我们可以暂时摆脱这些外在的负担, 回到自己的内心。 月光, 如同一文清泉, 刺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灵, 让我们在静谧中找到片刻的安宁。 古往今来, 许多文人默刻都在中秋的月光下, 找到了心灵的平静。 比如王维, 他的诗句总是带有一种禅意和静谧。 他在《山居秋名》里写道, 明月松尖照, 清泉时尚流。 月光透过松树洒在大地上, 泉水缓缓流过石头, 整幅画面充满了安静祥和的气息。 读这样的诗句, 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一种淡然的宁静, 这正是月光给予我们的一种精神力量。 此外, 月亮在中国文化中, 也象征着圆满和谐。 无论是到家讲究的天人合一, 还是儒家追求的中庸之道, 都是强调一种内心的平衡与和谐。 月圆之时, 正是天地合一, 阴阳调和的最佳象征, 而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也只有在这种圆满中, 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因此, 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让我们享受团圆的节日, 它更是一个让我们思考生命本质, 重新神是自己内心的时刻。 月光如水, 它的淡然与宁静, 教会我们如何在喧嚣的世界里, 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正如道德经所言, 知足者富, 强行者有志。 当我们能够在月光下感受到心灵的宁静时, 便已经超越了世间的纷争与欲望, 真正找到了内心的富足。 走过半生, 越发明白, 这份内心的安宁才是真正的财富。 中秋的月光教会我们如何去享受孤独, 如何去面对离别, 也教会我们在短暂的团聚中, 如何找到心灵的平衡与和谐。 这种平静正如月光, 虽无声, 却长久滋养着我们的人生。 所以, 当我们在中秋夜仰望明月时, 除了思念与感怀, 也别忘了体会那份月光带来的宁静与安详。 那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智慧, 教会我们如何在岁月的流逝中, 找到内心的平和与满足。 第四部分, 月亮, 指引回家的路。 中秋的月光, 不只是象征着团圆, 离别或心灵的宁静, 它更是一盏指引我们回归本源, 回到家乡的灯。 月亮, 照向回家的路。 在这个团圆的节日里, 月亮仿佛成了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牵挂。 小时候, 我们盼着中秋, 因为它意味着家人团聚, 热闹的饭桌, 香甜的月饼。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离家越来越远, 团聚的机会越来越少。 月亮依旧圆满无缺, 但回家的路却仿佛变得遥不可及。 其实, 回家不只是回到父母身边, 它更是一种心灵的归宿。 孟子曾说, 君子有三乐,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一乐也。 养不愧于天, 府不作于人, 二乐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 家庭的团圆, 是一种本源的幸福, 是让心灵得以安顿的地方。 家, 不只是一个物理的住所, 更是心灵的皈依。 无论我们在外经历多少风雨, 心中那份对于家的牵挂, 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多年未归家的游子, 曾经立志要走出山村, 发誓再也不回头。 他一路拼搏, 事已有成, 但内心却总有一种难以抹去的空虚。 终于, 在多年后的一次中秋, 他决定回到故乡。 当他回到家时, 尽管山村已物是人非, 亲人们也渐渐生疏, 但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情, 却瞬间被唤醒。 这正是中秋节的意义所在。 他提醒我们, 不管走得多远, 心中始终有一个家, 让我们能够找到生命的根源与力量。 苏东坡曾在定风波里写道,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情。 中秋的月亮, 正像这句话表达的那样, 它不仅是风雨中的一盏灯, 更是一种让我们心灵安稳, 归于平静的力量。 人生的道路充满了起伏波折, 但只要有家在, 归去的路始终光明。 月亮虽然遥远, 却总能在每个中秋之夜, 照亮那些漂泊在外的心灵, 提醒我们回归的方向。 它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回家, 更是精神上的回归, 回到初心, 回到最原始的情感。 走过半生, 我们终于读懂了中秋。 这不仅是一个节日的感悟, 更是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 中秋的月光教会我们, 孤独是生命的一部分, 离别是人生的常态, 宁静是心灵的需求, 回家是人生的归宿。 古人把团圆寄托于一轮明月, 寄托于这个丰硕的季节, 而我们在今天, 面对同样的月亮, 却多了一层人生的感悟。 诗经小雅有云, 明月佼佼照我床前, 千百年前的古人, 也曾在明月下思念亲人, 赶快离别。 今天的我们, 同样在中秋月圆之时, 找到了那份内心深处的共鸣。 月亮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 现实与内心的桥梁。 所以, 当我们在中秋夜仰望天空时, 不仅仅是望着那轮明月, 更是在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 孤独, 离别, 宁静, 归家, 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完整图景。 而月亮, 正是这幅画卷中永恒的背景。 愿中秋的月光, 照亮你我心中的宁静与温暖, 指引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找到回家的方向。 无论你身在何处, 今晚, 心都能在月下团圆。 不安静这幅画面增长的。 这幅画面增长的代表, 但是这幅画面增长的同时, 感谢观看